古武剧轻轻日常大结局了 相信很多人都惧慌了 不过近日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那就是另一部古装剧即将上线了 这部古装剧还是大家都爱看的仙侠分类的 它就是乐歌型 由张彬彬和徐璐主演 改编自暑客的小说奔月 仅仅从预告来看 这部剧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少女柳梢 因为体内有着特别的力量 被魔神选中 为了与神秘人三日相伴的欢愉 改变了一生 原本一个千金大小姐的命运从此改变 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中 陆丽为了她体内的神秘力量 所以和她相识 带着目的的接近 导致了这一对闹出了不少的误会 可以说是非常的虐心 甚至于柳梢好不容易开始修行 却差点被废 最终陆丽舍命相救 两人最终解开了误会 但命运的安排 注定了两人的爱情坎坷不断 为守苍生 为护爱人 他们立即磨难坎坷 亲子一生 成君一诺 他们能否冲破宿命 改变结局 这是令人非常期待的 其中要说最期待的就是张彬彬了 在这部剧中一人饰演多个角色 他即是那个眼光善良的陆丽 也是那个高冷的洛哥 一眼一神 在不同角色中切换 仅仅从播出的花絮以及预告来看 就能看得出这部剧仙霞气息浓郁 令人期待张彬彬能够超越他之前主演的思藤 最早看过的张彬彬的作品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一族离境 那个有些贤美又痴情 虽然优柔寡断但重情重义的美男子 之后的思藤里面他和思藤之间的爱情更是令人既感动又喜欢 他总是能够找那个审美上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约歌行能够有254万以上预约的好成绩吧 从这个数据来看 这部剧的观众喜爱度是非常高的 只要后续不拉胯 剧情还行的话 个人认为超越思藤问题不是很大 极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寒假的爆款仙侠作品 毕竟这个题材喜欢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今年特别缺少这种作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成为今年年底收尾的佳作 不过唯一让观众们有一些担忧的是这部剧的 导演之前制作的作品《芸汐传》和《如意芳菲》 都是那种半温不火的 会影响这部剧 不过个人认为徐璐和张彬彬靠着颜值和演技 应该能够征服观众 而且男女主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之后就热烈相爱的那种 初见极为真心 为了一诺便是一生 爱得浓烈 烈得痛坏 对于这部剧 笔者是非常期待的 除了张彬彬和徐璐 这部剧也有不少的熟面孔 郑和惠子 马月义 张亚卓 陈玉琦可以说及高颜值 高演技以及优秀剧情与一体 又是仙侠掠练这种容易爆火的题材 想要不火都很难 今年爆红的仙侠剧就有好几部 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玉交记》 梁子和诚意的《陈香如谢》 还有王贺帝和于书欣的东方玄幻剧《苍蓝绝》 都是今年的爆款剧 但是没想到到了年底 还有一部新的仙侠剧要开播了 张彬彬和徐璐主演的《月歌行》 《月歌行》正式官宣定当12月15日 张彬彬饰演陆离和洛歌 徐璐饰演柳梢 《月歌行》改编自属客的小说《奔月》 柳梢答应神秘人以三日之约的快乐 然后开启了一世命运 自此两人展开一场命定情缘的虐恋故事 《月歌行》是张彬彬第一部主演仙侠剧 《一人四角》 这也是张彬彬今年的第二部剧了 之前和于书欣主演的两个人的《小森林》 也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热度破万 这次在《月歌行》里面 张彬彬一个人就可以满足对所有类型男主的幻想 张彬彬在《月歌行》里面 《一人分》是四个不同角色 全部自己配音 四个不同角色 看着这图片就知道不一样了 可活泼 可高冷 可霸道 可温柔 张彬彬这次是拓宽了戏路 这是有多大的挑战性在上面 而且张彬彬全部是自己配音 可以期待一下她的变化 张彬彬徐录新剧《恋爱》明码标价 在剧情方面 《月歌行》和之前的仙侠剧有点不一样了 张彬彬是凡人陆离 也是上仙落歌 但是截然不同的角色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徐璐饰演的柳梢则是天真但又充满勇气和大意的千金小姐 她的外表干净纯彻 让人一眼心动 而且女主柳梢没有下意识 这次终于是不一样的仙侠剧了 她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仙人吧 仙人 她这个仙人啊 特别喜欢银子 对吧 柳梢花了五千辆过个保镖 还是一辈子 直冷 陆离爱才的设定也太好笑了 和出手阔绰的柳梢真是绝配 两人轻松甜蜜的日常相处 小情侣谈恋爱的套路真是不一样 前面的剧情是陆离一本正经的演戏 像不安事似的大小姐柳梢开口要假 两人斗嘴打闹的样子 看的人忍不住露出一母笑 但是后面就是生死逆局中的坚定守护 陆离在危急关头开始奋力抵抗 坚定地守护她的身后之人 柳梢则是满眼担忧 让人忍不住跟着鼻酸落泪 他们不为命运所阻拦 一片赤城双向奔赴什么 而且后半段的特效和画面狠然 画风骤变 赤城双向奔赴什么 黑刀带 下来危急关头